大家好,上期跟大家分享过盆栽蓝莓的选盆还有配土 但是呢,就有很多花友反映自己 选盆配土呢,都是非常得当 再加上后期的养护呢,也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自己的这个盆栽蓝莓啊,总是养不好,养不忘 甚至是不准了结果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在配土的时候啊 加多了一样东西,然后导致这个蓝莓生长不良 加上什么东西呢? 就是很多花友啊,在栽种蓝莓的时候呢 喜欢在盆栽底部呢,添加底肥 那么添加底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底肥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发酵佛熟好的羊分 或者是用一些蚯蚓粪都可以 但是呢,很多花友想要让这个盆栽蓝莓呢能够多开花 就会给它在这个底肥里面呢,添加一点骨粉 那么就是因为添加了这个骨粉才会导致这个盆栽蓝莓生长不良 为什么呢? 因为盆栽蓝莓虽然是喜欢栓性的沙壤土 喜欢富含有机质疏松透气的土壤 但是呢,它的根性呢是非常厌恶这个钙质的 也就是说它的根性呢是不喜欢这个钙质的 但是我们添加的骨粉里面呢不仅含有充足的磷元素 而且里面的钙元素也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在添加了这个骨粉之后呢 它的根性呢就会嫌恶这个钙质 然后呢就会出现一个生长不良的现象 所以呢,我们在给这个盆栽蓝莓配土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要配置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然后呢,给它在盆栽里面加上一点这个底肥之外呢 我们一定不能够给它添加这个富含钙质的这个底肥 也就是不可以使用这个骨粉 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 像鸡蛋壳呀或者是一些石灰呀 都不可以添加在这个盆栽里面 这些呢都是富含钙质 对于盆栽蓝莓的生长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所以是一定不能够使用的 所以大家在给盆栽蓝莓配土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添加这个钙质 以免造成这个根性呢生长不良 然后整个植株啊后期长势越来越差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